交点1 正弦定理 若abc为三角形三内角角a角b角c的对边长 而大r为三角形abc的外界缘半径 则我们可以得到正弦定理为sin a分之a 等于sin b分之b等于sin c分之c等于2r 而在这个连续的等式中 我们可以截取其中部分来作为解题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边长角度跟半径这三则可以互换 我们取sin a分之a等于2r 在这等式中会出现脚a以及脚a的对边小a 以及外界缘半径大r 所以给定三个条件中的其中两个 我们就可以求出第三个条件 第二个边比等于正弦比 我们取sin a分之a等于sin b分之b等于sin c分之c 我们可以将这个连续的等式表示为连比例 也就是a比b比c为边比 会等于sin a比sin b比sin b等于所对角的正弦函数比 第三解三角形的边长与角度 我们取sin a分之a等于sin b分之b 在这个等式中会有两组的角度及其对边 所以四个条件中我们给定其中三个条件 就可以利用这个等式求出第四个条件 梭力 梭力a 三角形abc中 角a等于45度 角c等于75度 ac边为二根号六 求第一小题 bc边的长度 第二小题 三角形abc的外界缘半径大R 首先我们可以利用一字条件做图 以知角a跟角c的角度 可以求出角b等于60度 那边长的部分以知ac长度为二根号六 第一小题要求bc边长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解三角形的边角 列出ac比上sin b 会等于bc比上sin a 交叉相乘后可以解出bc边长为4 第二小题 要求三角形abc的外界缘半径大R 我们可以利用边角以及半径的互换 列出2R等于ac比上sin b 那计算后可以得到答案等于4根号2 所以可以推得外界缘半径大R会等于2根号2 范例6 如图所示abc书为圆内阶式边形 若角柱bc为30度 角ab柱为45度 c柱边等于6 求线段a柱的长度 这题的解题关键 同学要先想到 第一个 如果遇到对角与对边的关系 要想到阵线定理 第二 遇到外界缘半径的问题 也要想到阵线定理 接着来解这一题 首先因为三角形ab柱与三角形bc柱 它们的外界缘是相同的 所以它们会有相同的外界缘半径 所以我们假设它们的外界缘半径为大R 那接着我们可以列出阵线定理 首先 a柱等于sin角ab柱会等于2R 那接着以2R当媒介 我们可以另外列出 c柱比上sin角柱bc也会等于2R 接着我们取头尾的两个比例式 将椅子角柱带入后 可以得到a柱比上sin45度 会等于6比上sin30度 那话简整理后 就可以得到a柱长度会等于6跟2R 交点2 余弦定理 若abc分别为三角形abc三内角 角a角b角c的对边长 则余弦定理有以下两个常见的表示法 余弦定理在解题上 我们有几个常见的用法 第一个 可以利用边比来求角度 如果在三角形abc中 ab线段比bc线段比ac线段等于c比abb 则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边比 来求出cosa的值 进一步可以得到角a的角度 第二 判别三角形的种类 如果角a为三角形abc中的最大内角 我们可以先求出cosa的值 并且由cosa的正负来判别 角a是锐角或顿角 其中因为2bc很正 所以cosa的正负 其实由分子来决定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 如果b平方加c平方大于a平方时 三角形abc为锐角三角形 如果b平方加c平方等于a平方时 三角形abc为直角三角形 如果b平方加c平方小于a平方时 三角形abc为顿角三角形 第三 我们可以利用余弦定理 来解三角形的边长以及夹角 那在这边的解法就是使用到 余弦定理的这两个表示法 梭力 梭力a 三角形abc中 ab线段长度为3 ac线段长度为5 bc线段长度为7 求角a的角度 在这边我们可以利用 cosa等于2bc分之b平加c平减a平 求出cosa的值等于-2分之1 那就可以得到角a的角度为120度 梭力b 三角形abc中 以至bc线段等于2 ac线段等于根号3加1 角c等于60度 求ab线段长 那在这边我们可以利用 ab线段等于根号的a平加b平 减掉2abcosc 那就可以求出 ab线段长度为根号6 梭力7 在三角形abc中 若租点在bc线段上 且ab线段等于7 ac线段等于13 b柱线段等于7 c柱线段等于8 求a柱线段长度为多少 这题的解题关键 同学可以想到 当题目给定的条件 以及要问问题 出现三边长 以及一个角度的时候 我们要想到预先定理 我们先将题目的仪式条件 画成以下的略图 那在这边我们假设 a柱线段长度为x 那接着在三角形ab柱中 以及三角形abc中 我们可以利用余线定理 来表示cosb 那在三角形ab柱中 我们可以将cosb表示为 两倍的ab乘b柱 分至ab平方加b柱平方 减掉a柱平方 那在abc中 也有个类似的表示法 那我们从后面的这个x关系式中 我们可以进一步去解出x值 就是这题的答案 所以可以得到a柱长度等于7 焦点三 面积公式 若abc分别为三角形abc 三内角角a角b角c的对边长 我们令s等于2分之a加b加c 则依据题目给定条件不同 三角形的面积有以下四种求法 第一个公式 三角形面积可以表示为 2分之1bcsin a 这个公式会使用在 当题目给定的条件为 两边一夹角 也就是sas的条件下使用 第二个公式 三角形abc的面积 等于4r分之abc 这个公式使用在 当题目给定或是误文的问题 跟外界源半径大R有关时 第三个公式 三角形abc面积 可以表示为rs 这个公式 用在当题目给定的条件 或是误文的问题 有出现内切圆半径小R的时候 第四个公式 三角形abc面积 等于根号s 乘上s-a 乘上s-b 乘上s-c 这个公式使用在 题目给定三角形abc的三边长 也就是给定sss的条件时 梭力 梭力a 在三角形abc中 以至bc线段长度为3 ac线段长度为4 角c等于60度 求三角形abc的面积 这个题目给定的条件 等于是两边一夹角 所以我们在算面积的时候 可以使用到 1 2 2 bc sin a 就可以求出三角形abc的面积 等于3更号3 梭力b 三角形abc中 以至a等于8 b等于7 c等于5 求第一小题三角形abc的面积 当题目给定三边长的时候 我们在求面积的时候 可以先求s等于2分之1的8加7加5等于10 接着就可以利用三角形abc面积 等于根号的s 乘上s-a 乘上s-b 乘上s-c 求出面积等于10更号3 第二小题 要求外接员半径大R 那与大R有关的公式 我们会使用到 三角形abc的面积 会等于4R分之abc 那配合第一小题 我们已经算出面积了 就可以推得大R会等于3分之7 根号3 第三小题 内接员半径小R 在这边我们可以使用到 三角形abc面积等于RS 就可以求出小R等于根号3 范例8 已知三角形abc中 角a等于120度 ab线段长度为6 ac线段长度为10 试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小题 若角a的角平分线交bc与珠 求a珠线段长 我们先依照题目条件 画出略图 接着 假设a珠线段等于x 在图形中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角a被评分之后的 两个内角 均是特殊角的时候 我们可以利用面积分割 也就是大三角形abc的面积 可以分割成两个小三角形 三角形ab珠 加上三角形ac珠的面积 那接着就可以使用到面积共识 可以得到 三角形abc面积 可以表示为2分之1的ab乘ac乘上3120度 那会等于ab柱面积为 2分之1乘上6乘x乘上360度 再加上ac柱的面积 等于2分之1乘上10乘x乘上360度 那在这边可以得到一个x的方程式 那最后可以解得x等于4分之15 第二小题 若bc的终点为1 求中线a1线断长 首先我们可以先利用 题目给定条件配合余线定理 求出bc线断长等于14 那接着我们依照条件将图形化出后 从图形中我们去假设 a1线断长度为t 那接着在三角形ab1 与三角形abc中 我们可以利用余线定理 以cosb为媒介 那分别以两个三角形的边长 去写出对应的余线定理的关系式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从后面的这个方程式中 去解除t的答案出来 最后可以得到t会等于更号19 所以a1线断长度为更号19